去年10月以来 美国波音公司旗下 737 MAX系列客机 发生了两起空难事故 本月初 波音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承认 两起空难都与 737 MAX系列客机 自动防失速系统有关 承诺将进行系统软件更新 当地时间17号 波音首席执行官表示 系统软件更新后的 737 MAX系列客机 已经完成了攻城试飞 当天 米伦伯格抵达 位于华盛顿的波音试飞厂 登上了一架 波音737 MAX系列客机 完成飞行 此前一天 波音公司已经对 120架软件更新后的 737 MAX系列客机 完成攻城试飞 去年10月以来 印尼试航和埃塞航空 先后发生 波音737 MAX系列客机 空难事故 本月初 米伦伯格承认 两起空难都与 自动防失速系统 被传感器数据错误激活有关 自动防失速系统 专为737 MAX系列客机设计 用于提高飞机的 抚养稳定性 米伦伯格表示 大多数正在运行的 737 MAX系列客机的航空公司 已经可以对更新后的 软件进行测试 米伦伯格称 一旦737 MAX系列客机 将是史上最安全的客机之一 但是 针对波音完成软件 更新后的是非 不少网友提出质疑 波音应该向联邦航空局证明 没有自动防失速系统的 737 MAX客机才安全 依靠软件去纠正 本来就会失衡的飞机 必然会造成更多空难和死亡 第二次致命事故了 波音还是不愿意 停飞这个系列的客机 太晚了 说什么我也不会再做 737 MAX客机了 其实 737 MAX系列客机能否复飞 并不仅仅由美国决定 美国联邦航空局 正在组织成立一个国际联合小组 来参与安全验证和评估 其中包括中国民航局 目前民航局已经应邀 派出技术专员参加技术审查小组 中国民航局航空器 试航审定司司长徐超群表示 737 MAX系列客机复飞 必须做好以下三件事 首先 必须确认飞机的试航性 得到重新核准 需要的飞机改装和飞行员训练 得到有效贯彻 事故调查结论指出的安全问题 得到相应解决 确保飞行安全万无一失 有效贯乐 有效贯乐